40岁、60岁、80岁 不同年龄族群 餐后两小时血糖正常值是多少 保持餐后血糖平稳的四个方法 测血糖超时用的十个小技巧 不痛又准 餐后两小时血糖是指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时间 两小时后测的血糖值 提早或延后五分钟 都不太影响餐后血糖的评估 餐后两小时的正常值是多少呢 不同的人群 不同的年龄 标准不同 文莫推荐给大家四个平稳餐后血糖的方法 健康人群餐后两小时血糖正常值 健康人群的餐后两小时血糖值7.8毛每 正常情况下 进餐十分钟后 随着碳水化合物的吸收 血糖开始升高 餐后0.5到1小时血糖达到最高值 2到3小时恢复至餐前值 若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1毛每 应尽早到医院检查 确诊是否有糖尿病 不同年龄糖尿病病有餐后两小时血糖控制目标 年轻糖有65岁以下 新确诊糖尿病或身体状况较好 没有合并病症或合并其他慢性疾病较少的糖尿病病病有 血糖控制目标 餐后两小时血糖不超过8.0毛每 病程较长 已有心血管疾病时或心血管疾病极高危险风险 肥胖 高血压 血脂异常 血糖控制目标可适当放宽 餐后两小时血糖不超过10.0毛每 老年糖有65岁以上身体相对健康 无合并症或合并其他慢性疾病较少的糖尿病病病有 血糖控制目标 餐后两小时血糖不超过10.0毛 L低血糖风险高 预期寿命较短以及合并心血管疾病或严重的疾 慢性疾病等健康状态评估为差的老年糖有 血糖控制目标 餐后两小时血糖不超过13.9毛 保持餐后血糖平稳的四个方法 一 少吃富含淀粉 消化快的食物 泡饭 粥 烂糊面等食物 这些食物一消化 会让血糖在短时间内大幅升高 最好选择粗粮 糙米 黑米等食材做主食 消化慢 对餐后血糖影响小 二 避免食物单一 吃混合餐 一餐中主食 蔬菜 富含蛋白质的肉蛋奶豆 都要有 每餐都要有绿叶蔬菜 补充膳食纤维 三 餐后运动 在一天中吃得最多的那一餐 餐后至少运动45分钟 运动至微微出汗的程度 四 选择控制餐后血糖的药物 糖尿病患者往往胰岛素分泌不足或分泌延迟 进食后10到30分钟 早期胰岛素分泌高峰缺乏 或分泌高峰延迟到餐后三小时 与食物来源的糖分吸收时间不一致 不能把吸收的糖分及时处理掉 导致餐后血糖升高 可以选择刺激胰岛素早期分泌的药物 如瑞格列奈等格列奈类药物 进餐后立即促进胰岛素的分泌 平稳餐后血糖 可以根据血糖控制水平 在医生的指导下 选择不同规格的药物 测血糖超实用的10个小技巧 不痛还准 给唐友分享10个超实用的测血糖小技巧 测得准 还能减轻疼痛 你也试试吧 1.酒精浅了再采血 如果用酒精来消毒采血的手指 要等酒精浅了再采血 不然酒精渗入伤口会特别痛 残余酒精会混入血液 也会影响监测结果 2.采血前手臂下垂一会 采血前 把手臂自然下垂一会 或甩甩手 按摩一下手指 让指尖血更丰富 3.手选无名指指侧采血 手选无名指指侧来采血 因为这里神经分布最少 疼痛感最低 如果采血次数比较多 也可以选小指和中指的指侧 这两根手指 这两根手指平常用得少 4.每次换一个位置采血 采血要换位置 避免同一个地方重复扎针 让伤口好好愈合 5.选能刺穿皮肤的浅针 采血针要选浅的 从一开始尝试 依照自己的皮肤厚度 选择最浅的采血针 取第一滴血 取血时 一般用第一滴血就好 比较准 如果血糖特别高 如超过20mL 可以用第二滴血 7.如果不出血 轻推手指两侧 如果扎了不出血 不要硬挤 可以轻轻推压手指两侧 从手指根部 推至手指前端三分之一处 让血慢慢出来 8.血量不够 要换湿纸 血量不够 要换一张湿纸重新测 不要追加低血 以免测试结果不准确 9.踩血窗口 不要揉 踩血后 用消毒棉花棒 轻压窗口 不要搓揉 10.不要移动血糖仪 在测试中 不要按压或移动血糖仪 血糖试纸 血糖机和血糖试纸 同一厂商 同一型号搭配使用 还要定期较准 并依照说明书 存放血糖机和血糖试纸 注意 第一次使用新购的血糖仪 使用一瓶新的试纸 怀疑仪器或试纸出现问题 血糖一颗碰后 都要校准血糖仪 这10个测血糖小技巧 简单使用 帮你减少疼痛 还能测得更准 要记住哦 这10个测血糖 REP 帮你减少